各位同胞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 大家好 好 我们继续来探讨《道德经》的智慧与应用 这一节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道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要进一步去探讨了解 因为这个事很深 很深 一般哲学家穷毕生之力想要去了解 但也未必能够了解到这个实相 很多人进入宗教信仰里面去找寻 但是一生信仰几十年到后面 你也未必能够真的了解 有关于生死大事 道与我们生命的关系 就像在二十年前国际间很有名的一位 德里莎修女 德里莎修女她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那她在印度 她的影响范围却是全世界的 她本身是波澜的人 但是她力大志要为天下众生来服务 所以她离乡背景 所以她离乡背景来到印度 那在印度长大之后 她实现她的理想 真的到穷乡僻壤的地方 去为天下众生来服务 越贫困的地方 越苦难的地方 越有痛苦的地方 她就是走到那些地方 来跟众生服务 那这样经过几十年的默默的奉献付出 得到全世界的肯定 她本身是以天主教的修女身份出身 来出现 来跟众生服务 但是她却超越宗派 超越宗教 为任何的宗教人士 任何的种族人士来服务 所以她得到全世界非常高的敬仰 也因此而得到诺贝尔奖 但是她一生信仰天主几十年 到后来晚年的时候 当她越接近 越接触更多的生死大事的时候 她发现她内心还是苦闷不安 她坦白承认 她还没有找到上帝 上帝离她还一大段距离 她还没有真正找到 所以她承认她的内心里面 是苦的 是黑暗的 但是你要知道 她已经是国际间几百万人 甚至几千万人 景仰的目标 偶像 很多人在跟她看起学习 但是 很多人 很多那种宗教大师 她是掩饰 掩饰她内心的苦不安 不会跟众生承认的 但是德里莎修宁 我很敬佩的是 她就像学习做个真人 我内心安不安 我必须要如此地面对自己 也要告诉众生 所以她虽然没有公开讲 但是她的日记里面都有写出来 也跟她的知音 或是跟她比较靠近的人 她都跟她透露 她内心还是苦闷不安 她觉得上帝遗弃她 也就是说因为她内心还很苦 你看 像这样一位国际鼎鼎有名的 德里莎修宇 信仰天主追寻 找寻天主几十年 但是到她的晚年 她还是一样 没有真正找到 因为那是透过信仰 透过信仰可以解决你某种层次的不安 但是 内心最深层的那个苦 那个不安 还是存在 她敢如实面对自己 敢如实承认 还没找到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轻易地认为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没什么 不是的 不是这么容易 你一般是知见 你要来到真的体会到 真的融入 真的与它合一 这个是需要大家 要很认真地去探讨 去了解 很客观地去探讨 去了解 为什么不希望大家 盲信迷信 因为如果你只是信 它没办法解决你真正内心 深层的苦闷不安的问题 那这方面呢 也绝对不是用任何的科技 任何的武器所能够达到 绝对没办法 任何的 你越是用 想要用科技武器 我是我能我慢 要去达到 那个与道合一 你越是离道越远 越是离道越远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 这是攸关我们 每个人都一样 攸关我们每个人的 最深层的最大问题 生死大事的问题 老子不是讲哲学 不是讲谈空缩选 不切实际 老子讲的是生命的实相 宇宙的实相 让我们了解 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 我们的生命是以什么为载体 承载 以什么为承载那个载体 我们的生命是以什么为依归 我们是要靠什么 才能够存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必须要真的了解之后 你内心才会真的安心自在 那这方面呢 无关宗教信仰 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也不需要你盲信 所以这个不是信仰层次的问题 而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求真求证到 所以道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也不是因为透过某种修就修出来 不是这样 道它本来就存在 只是我们明白不明白 明或不明的问题 我们知或不知的问题 不是信或不信 所以希望大家要冷静 理智 客观 求真求证 不要盲信 不要迷信 也不要搞偶像崇拜 那些搞偶像崇拜 搞迷信的 表示你不知道道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来看 道跟我们每个人生命 有什么密切关系 请大家看道德经的第34章 为了有个主题 让大家可以清楚地扣住这个主题深入去了解 所以我们不是按照道德经的那个章节次第 从头讲到尾 不是这样 会把这一次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把这个攸关的章节提炼出来 让大家可以清楚地了解 原来道跟我们每个人生命 是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 好 来请大家看34章 34章 大道泛兮 其可左右 万物是之 而生而不辞 工程而不由 依养 万物而不为主 常无欲 可明于小 万物归焉 而不为主 可明为大 以其中不至为大 故能成其大 这一章 这一章 请大家好好的背下来 好好的 去体会 一定要深入去体会 每一句都要慢慢地去消化 去体会 好 因为这一章 还重要 这一章是在告诉我们 道是什么 道跟我们生命 每个人的生命 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学的 跟我们的生命 没什么关系 那你可以不用学 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好 我们现在得了解 道 老子就讲 大道泛兮 其可左右 老子观察到 这个宇宙的本体 这个宇宙的道 太奥妙 那又是那么的广大 无边无际 泛兮 就是非常的广大 无边无际 好 那无边无际 那难道那个道 跟我们没有密切关系吗 难道他离我们很远吗 不 老子说 其可左右 道又在我们的身边 不是说光远在天边 可看 然后不可及 不是这样 他无穷无尽 无边无际 但是又在我们身边 所以 你就可以不用到他方世界去找 不用心外去找 你就在眼前当下 好好的去找 去体会 去体悟 好 那到 他有什么作用呢 万物 是知 而生 而不辞 功成 而不由 依养 万物 而不为足 注意 这 四句 万物 万物 万物是 不管是 整个太阳系 整个银河系 你看得到了现象界的一切 包括所有的植物 所有的动物 还有所有的人 简称为万物 万物 万物万有的一切 包括所有的生命 全部都要依靠这个道 才能有生命的存在 才能够活着 全部都要依靠这个道 才能有生命的存在 道 掌养 掌养 养育 万物 但是 他 从 不含苦 不辞 辛劳 万物 适之而生 全部 包括 我们的 老祖宗 全部 都要 依靠 道 才能够 有生命的存在 道 是这样 在 养育 一切 万物跟众生 而不止辛劳 不推迟 功成而不由 养育 一切万物 成就 一切万物 然后 又不把万物 占为 己有 这方面 非常重要的 高等 心灵 心态 我们 一般的 世间人的 这个父母亲 你是会很关爱 你的子女 养他 生他 养他 爱他 但是 通常都会 有这种心 你是我生的 你要 听我的话 你要多学 弟子归 乖乖听话 如果你不认真学 你就是不孝顺 如果你不听话 你就是坏小孩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我的子女 我的 我的 我们那种 我的的观念 会透过 我们对子女的 关爱 而有这种 占有 会有这种 主宰 一般 为人父母 或多或少 都会有这种成分 你们觉得说 我完全没有的人 请举手 有没有 如果有这样的话 真的 就值得众生敬佩 你真的能够做到 功成而不由 依养万物 而不为主 你看 道 从以前到现在 从我们还没有出生 就养育我们 支撑我们生命的存在 到现在 很多人还浑然不知 浑然不觉 不知道道是什么 那你不知道道是什么 你会对他感恩吗 你要感恩什么 你不知道 所以 没有 很多人不知道 他的重要 不知道他的存在 不知道他的功劳 不知道这个天地父母 对我们生命 是这么的重要 但是 这个道呢 一样 他 掌养 万物 养育一切众生 然后 又 不为主 不会跟你炫耀 我多么的劳苦功高 不会跟你炫耀 我是你的恩主 你要感恩我 你要听我的 你要事后我 从来没有 你们从以前到现在 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道 跟你们腰过功 要你们听他的 有没有 有的话 没关系 你讲出来 那我去跟道理论 老子不是说 你没有吗 你怎么会有 我跟你讲 如果会跟你邀功 说他 说他很厉害 他是多伟大的 大成就者 然后他是什么 比什么更厉害 更厉害 那个不是道 他也不知道 道是什么 真正法界的道 呈现出来的就是 万物是之而生 而不辞 功成而不由 依养万物而不为主 也许有的人就认为了 那只是你在讲 老子在讲 我不信那一套 可不可以 我不信那一套 可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 我不信那一套 可以 因为很多人 不信 真的很多人不信 你不信这一套 可以 但是要知道 不因为你不信 你的生命就不是道在养育 来我再讲一遍 不因为你不信 不因为你不知道 不因为你否定 那你的生命就是 不是道所在涵养育 也就是说 不管你再怎么否定 你的生命的存在 还是道在支撑你 在养育你 任何人都一样 任何人都一样 所以你不知道 你否定 那这是一个人 生命在叛逆的过程 他是在叛逆的过程 他是跟设法 把他生命 跟那个生命的源头 源流截开 然后否定 不管你再怎么切开 不管你再怎么否定 你没有一分一秒 离开过道 他还是一样 在养育你 因为只要你离开道 你的生命就不存在 那是绝对不存在 因为你的生命 本来就是从道 挂育出来的 所以问题就在于 我们有没有认出来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明不明的问题 所以不是信不信 或是我否定的问题 不是这样 所以一样 你再怎么否定 他还是一样 再默默的养育你 支撑你 就好像有的子女 他不认为父母亲 对我有什么重要 看到父母亲就讨厌 否定 但是不管你再怎么否定 不管你再怎么讨厌父母 父母还是一样 继续关爱你 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体悟跟智慧 心灵品质的问题 只要你有渐渐的成长上来 你就会看到这些实相 那到他呈现出来是 常无欲 可名为小 常无欲 可名于小 万物归焉 而不为主 可名为大 来我们先了解这一句话 常无欲 可名于小 这句话就是说 道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是这么的重要 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源头 不管你知不知 不管你认不认得出来 不管你承认与否 他总是都默默在养育 默默在支撑我们生命的存在 那又从来不鞠躬 从来不炫耀 从来也没有那些主宰欲 就是默默在做 默默在涵养 默默在支撑我们生命的存在 不会想要争功 不会想要出名 也没有任何主宰欲 这就是常无欲 所以一般人 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 道的存在 也不知道它的重要 所以你看 在各种世界灵人排行榜里面 道都没有被排上灵 世界几大伟人里面 世界几大伟人里面 大家所知道的 老子 孔子 耶稣 还有佛陀 苏格拉迪 但是很少人去提到道 很多人得到诺贝尔奖 觉得这个是很高的荣誉 但是诺贝尔奖的颁奖 主办单位 从来没有颁奖给道 因为不拘功 不炫耀 但是所有的科学家 你没有道的涵养 你的生命绝对不存在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那不知道你就不会感恩 不会珍惜 所以这个道呢 它就是这样 傻乎乎的 养育一切众生 不争功 不会争明 所以总是 在各种排名榜里面 它总是排在最后边 所以一般众生 不知道它的存在 也不知道它的重要 所以对一般人而言 好像他就可有可无 他总是这个老妖 这个没什么 那个只是老子在讲一讲 这个不重要 可有可无 那是玄学 不确实际 所以常无欲 可名于小 要说 如果说 在现在世界各地方面 那个知名度来讲 可能空海的知名度比道还高一些 因为很多人认识空海 但还不认识道 但这是不正确 如果你觉得我的重要性比道更大 更重要 那这是错误 如果你感恩空海 你敬佩空海 但是你却没有敬佩道 没有感恩道 那这个是不正确 这是本末颠倒 所以 我今天看到道的伟大 我现在 我以后要设法 把我的排名 排在道的后面 所以我要替他宣扬 要让这个道 现在让他成为世界很有名的人 真的 这方面攸关人类的未来 地球的未来 如果我们不了解道是什么 我们不了解天地父母是什么 那我们就会不断地破坏地球 伤害地球 地球是我们的母亲 道的显现 显像出来 就是地球 它是显像 那老子前面就讲了 明或是道 两者同出而亦明 所以地球要知道 就是道的化身 道的显像 我们每个人 包括我们的老祖宗 全部都是天地父母在养育 不错 我们要感恩 国恩 国家之恩 我们要感恩 但是要知道 这个国家 它就是立在这个 大地上面 大地就是我们大家的父母 没有这个土地 这个国家要存在哪里 没有天地父母的化育万物 百姓要吃什么 我们说要国太平安 不错 我们都希望国太平安 但不要忘了 天地父母在养育一切众生 所以大家对于道的认知 对于天地父母的认知程度 攸关人类的未来 攸关地球的未来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正确地认出 什么是道 什么是天地父母 在 虽然到他从来不争功不争明 大家忘了他的存在 可明于小 总是排在最老腰最后面 但是万物归焉而 不为主 可明为大 天下众生这么多人 不知道道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的重要 但是要知道 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万有现象界的一切 你到最后还是一样 都要回归到道 不只是在命中的时候回归到 你在活着的时候的每一天 也都是要以道为依归 为生命的载体 没有道 你就不可能存在 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 将来 有一天 你在地球上圆进的时候 断气的时候 死掉的时候 因为你的尸体会发臭啊 家庭里面的人 以前说很爱你爱你 但是还是一样要设法把你 从家庭里面移走啊 对 那个家 容不下你的身体的存在了 但是 大地 父母亲 天地父母 还是一样 让你 儿女们 安息吧 最后 还是一样 天地父母 在 接受 你的一切 你活着的时候 分秒 离不开他 当有一天 你 世间 因缘近的时候 家庭里面的人 容纳不了你 会帮你立个牌位 但是主要 你这个肉体呢 它会把你移出去 移出去还是一样 道 在 承接 所以 万物归远 落叶 也会归根 这个道对我们每个人生命这么重要 但是一般人 却很少去认清它 所以 不管你在 帝王降向 古今将向 今何在 光总一堆草莫了 你最后 还是一样 要有道 来承接 你的一切 万物归焉 秦始皇 你再怎么样 赫赫有名 到最后 你还是一样 要回归 大地 回归道的怀抱 万物归焉 亚利三大 你再怎么厉害 还是一样 你一样 最后 你活着的时候 也是道在养育你 你 命尽的时候 还是一样 道在 承接你 让你的生命 再继续转化 所以 万物归焉 但到 又没有要 主宰你 也不会跟你讲说 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我是你的救世主 不会的 万物归焉 而不为主 让你回来 就好像 儿女们 你疲累了 好 回来休息 休息 休息够了 然后 再 换另外一个身体 再 继续 好 万物归焉 而不为主 可名为大 在这个地球上 在太阳系中 有什么 比道还更伟大 可名为大 就 就在这里 以其中 不至为大 故能成其大 老子看到 道实在太奥妙了 你这么的伟大 但是 都是这样 默默的奉献 默默的涵养 默默的支撑 从来不居功 不炫耀 老子 看得很感动 老子 他看到 道 竟然 不管过去 现在 从来都没有 自傲 自大 自夸 终 不自为大 所以 老子 他的自我 我慢 完全 消融在 道 的世界里 完全的 佩服 完全的 臣服 赞叹 道 你太伟大 你这是 永远 存在的道 最伟大的道 故能层其大 这样了解吗 好 我们现在 透过幻灯片 来 让大家 进一步了解 继续来了解到 是什么 在中国的文化上 赫赫有名的 智圣仙师 孔子 我也很佩服他 很敬佩他 我们从小在求学 受教育的过程 都是接受 中华传统文化的 薰陶 而长大 所以我们从小 所受的教育 受儒家 孔子的恩责 非常多 非常大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教育 就是 整个 中国文化的教育 为主种 那 孔子 他讲过 两句话 子曰 遭文道 戏死 可也 这个是在 论语里面 可以看得到 这句话 遭文道 戏死 可也 这句前几天 也跟大家 分享过了 那我们现在要 探讨 中庸的这一段 中庸 据说是 子 子 所记录 所著作 但是要知道 子 他是 孔子的 孙子 那 他们都 把孔子的 言论 再加以 发挥 把孔子 所讲的重点 记下来 加以发挥 所以中庸里面 事实上贯穿的是 汝家的精华精水 汝家的精华精水 那这个精华精水 最主要就是 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言论 好 那中庸里面 这一段 非常好 非常重要 孔子就讲 道也者 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来 好好体会这句话 道 不可虚于离 可离非道也 所以 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道 为什么不可虚于离 虚于就是片刻 也就是 这个道 没有分秒离开过我们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道是什么 不觉得它的重要 否定它 排斥它 但是你否定你排斥 一样 道 还是在养育你 道 还是在支撑你 有的人不知道 认为说 道是什么 某种东西 某种形象 某种境界 好 我要躲到深山里面 去修个几十年 然后有一天 认为他得到道了 认为道是修出来 当然我们也尊重 他的看法想法 但是要知道 如果你认为你的得到的道 是要透过某种方式 才修出来 那一般人 没有浸泡在道里面 那表示 你所修出来的道 那是你个人的修 个人的认为 跟老子所讲的道 跟孔子所认识的道 那是不一样的 道不是修出来 道本来就存在 而且它是超越时空 而存在 不管到哪里 它都存在 所以问题不在于 你怎么样去修出道 而是在于 你有没有正确清楚地认出 道是什么 明或不明 这样而已 所以这就是误道 好 道也者不可虚以理 可离非道也 我们现在透过一些图片 来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 这个小孩子在哭 哭得好惨 小孩子哭 通常主要是什么原因 找不到妈妈 找不到妈妈 最主要就是这方面 或是觉得 事实上 这个小女孩 她的妈妈是 走在比较前面的 她不晓得什么事情 反正跟她妈妈在 闹脾气 她妈妈就不理她了 不理她然后就走了 小孩子看到 妈妈把她丢下了 然后她就哭了 好 这个小孩子这样的哭 她在告诉我们 我们从这里把它引申出来 我们一般人 大人也是一样 你内心的惶恐不安 你的苦闷 最重要是因为 我们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脱钩 你没有找到 没有真正跟我们生命的源头 来连接起来 也就是你认为 我好像跟父母亲离开 父母亲不知道在哪里 当一个人 一个小孩子 如果他找不到父母亲的时候 他那个心就会很惶恐不安 那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大人啊 成人啊 我们不是小孩啊 那是外表外相 看起来像是大人 但是我们的心灵 却像个小孩子 当你还没有找到心灵的家 不知道 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 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会呈现惶恐不安 只是你是透过其他方式 把它掩盖下来 还是有如此去面对 对内心的惶恐不安 这个问题 那有的惶恐不安 但是他会透过 不断的冲冲冲 来让自己忘掉内心的不安 或是透过愤怒 来呈现他内心的不安 所以会称恨去伤害别人的 一样就是因为 他就像觉得自己 就好像一个孤儿 流浪儿 那流浪儿 他会觉得 他是孤零零无一的 所以他的那个自我防卫 就会很强 自我防卫很强 就会比较具有攻击性 或是他会有自卑 会有自卑 所以一般人 如果你有自卑的心 或是有称心 攻击性的心 我慢的心 那都在呈现出 内心的惶恐 不安 内心惶恐不安 最深层的就是 跟生命的这个源头 脱节 所以会呈现那些现象 会有千差万别的现象 但最终最深的原因 就在这里 如果小孩子能够在父母亲的怀抱里面 他就会感觉到很温馨 他会感觉到很幸福 好 现在我们继续透过十项来让大家看看 让大家了解 这一张 这个就是道化育出天地 道的显现出来就是地球跟太阳 那地球是含有空气 水分 地 还有流水 还有空气 还有太阳 这整个的化育 就是所谓的道 呈现出来的天地父母 那天地父母在养育 所有的子女 但是一般人 你从这个幻灯片里面 你可以看到道吗 你能够从这个幻灯片里面去看到 天地父母 是什么吗 一般人不容易看出来 但是这是真正的道 在养育 一切众生 真正的道 在化育 食物 养育 一切众生 我讲了 现在这个都是实相 这都是实相 只是他没有用文字 这是所谓的无字天书 但是他却 不必用讲 不必用写 但他却呈现出 实质上的养育 所以你要去认识道 要认识天地父母 你必须要超越 学习超越语言文字 去看到实相 所以不必讲太多 但这里面就是天地父母 在养育一切子女的说徒 你住在大城市里面也是一样 你住在北京 住在上海 住在杭州 住在哈尔滨 都一样 全部都是天地父母化育食物 来给我们吃 这就是道在一阳万物 好 那道 这个道的本体到底是像什么呢 我们现在进一步 用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 大海来比喻 好 大海 很广泛 很广大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道它的广大 我们现在用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 大海 来做比喻 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好 海很广大 那海里面的雨 就像你我他 现在请各位 把你想象成 你就是话中的雨 会不会想 会不会 这个要学习着 会去联想 海 大海里面的雨 在游来游去 游来游去 我请问 如果没有海水 这个雨能不能活着 能不能 笑话 那是小孩子 幼儿园都知道的问题 你还问我们 这种问题 对不起 各位老爷 各位大官 对 我们都很清楚了解 雨 如果 没有 海水 这海里面的雨 如果它脱离海水 它很快就会死掉 雨 它没有浸泡在海水里面 它很快就会死掉 大家可以了解 对 好 再继续回答 对 对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要协助大家去体会那个 很深 很深的问题 又是很浅显的问题 好 所以海水养育一切的雨类 海水就像 稻的本体 来大家好好体会 老子所讲的那个道 道的本体 道 无几 就像海水 那呈现出来的银河系 太阳系 就好像海里面的雨 好 那我们再把它放大 放大 来看 哦 海里面的雨 你我它 你我它 就像海里面的雨 我们都在到里面游来游去 每一天哦 过去到现在 你从来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道 就像海里面的雨 它从出生到现在 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海水 所以这就是孔子所讲的 道不可虚于理 可离非道也 这样体会得到吗 还有更深 更具体的说明 我们下一节再继续分享 OK 好